泰國71歲的男子查恩的妻子 在21年前不幸離世 傷心欲絕的查恩 安排妻子的遺體做防腐 然後放在家裡與自己在一起 更每天繼續與妻子的遺體聊天 查恩的兩個兒子 因為無法認同爸爸的做法 與他鬧回 並離家出走 21年過去 71歲的查恩 有這樣自己年事已高 加上兩個兒子都已經離開了家 如果自己去世 妻子恐怕永遠都得不到有體面的葬禮 最終決定請曼谷基金會 幫忙將妻子的遺體火葬 妻子葬禮當日 查恩看著妻子的棺木 被抬出家門時 依依不捨 哭著作最後告別 並心情地說 你會再次回家 不會很久 我保證